就是真的有一天 比如说你跟这位女士在一块儿了 人家平时说话都纹皱皱的 一点脏话没有 你在气急败坏的时候 也会说脏话去伤害她吗 那不能 你不当我吃 不当我喝 这我就一如 停 有一天没做饭 啊 脏话你偏了 那不是 她不做饭 就我做 你是面饭包饺 发麻 那时候这我都会 这都行 那啥 差不多我做也行 那啥叫耽误你吃 别耽误你吃 别耽误你喝呢 我说的意思 挺老是厚道的 她已经 她已经找她 李嘉宾 你最最长时间不在家 是多少时间 走过四天八天都 十天八天没你吃没你喝的 不是 比如说你找十天 你就走一个月 我二十多年我都过来了 我个人都做饭 洗衣服 那不也过来了 这不算耽误你吃 耽误你喝的 对对对 太好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 这个人说话可信度 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 你找同情来话 就摆得不了 摆得不了 那真摆不了 那那那那 行不行啊 这摆不了 摆不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 因为呢女嘉宾你也曾经 参加我们的节目 一定会有男士 比较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有没有联系过你 有 为什么 贾姐 就她团里的老多人追她了 我就想说这句话 啊 因为你这个 没有感觉 是因为时间长了吗 就是可能时间长了 就不想 再找一个就是刺服她呀 再干啥 你是不是过独了 过独了 有点过独了是不是啊 对 尤其是后面上找人 就找 幸福 在那种脸 都已经是个伴 互相平衡 有的 有房子 有房子呢 但是呢 房子不是自己的 过于她儿女身上 那我去 你说 住的不让你 不安全啊 人家姑娘儿子 有的高兴了呀 你得说不高兴 连你 没处儿去了 没地方去呀 就这男的 就把这楼给你了 一百平楼给你了 那你不大人 内心里求不起你 甚至拿当房子呢 幸福 再有的就工资少 都拿那都三天以下 三天以下 你就算少的了 你感觉是吧 不够用 现在都将近三天 所以告诉我 我的工资花了 我把你工资拿出来 一起花 她出门的女人 真的她不能批判她 真的 你上哪儿来 找幸福来的 你设了 找拆拆来的 我现在 我差四五块钱 那两千九 还不到三千呢 是不是 我们一条条对呀 这没有一个对象呢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两千九在你们那儿 不算少的了 对 是吧 也就是女嘉宾要求太高 非得三千以上的 真的有爱才有幸福 没有爱 那就是金钱 不代表幸福 不是说不动我钱 最起码 现在男女都平等嘛 对不 但是我总觉得 把我钱拿出来花 我总觉得心里不平衡 不平衡 哈哈 我咋看呢 我看他俩够长 别的不说 百分之百够长 就拿着去 再学一些点 他他那些 花了呢 对